这是Totem一场比较早的秀 是2018到2019秋冬一场秀 它这个秀是在一个斯德哥尔摩比较知名的拍卖行当中 然后你看那个场景当中有很多雕塑 这个雕塑也是来自于瑞典的两个雕塑家 Avalanche和Eric Gritte 他们两的这个雕塑的这个扩形 你看和模特穿的那个服装的扩形 其实是有点共同之处 虽然并不完全来自于这个雕塑的本身的造型 但是他们当中还是有一些连结的感觉 就是那种大大的扩形 像是这种所谓的刮形的一个形式 然后由抽袋去调节它一个扩形的那个大小形状 这种衣服你觉得就是它会对身材有一个限制吗 我觉得一般来说是不太有限制 但是Tatame的扩形好像和其他家的扩形真的不太一样 因为有一次去他家专门试过几个看起来是扩形 但是有一些比较收腰的地方啊 就会让你觉得它只是为瘦子准备的 就是我觉得你看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模特穿的这一件衣服 像它肩膀的部分 这种圆的落肩的 就是完全看不到肩膀肩线的这种设计 其实真的只适合比较瘦的人 不然的话就是 如果肩膀很宽的话 其实还是会架在那 圆形身可能就看起来像个气球一样 对很壮的那个感觉 你看它整个这个颜色上面还是很简练 很北欧 然后很有就是瑞典那种很干净的色彩的感觉 对看到现在应该就是黑白灰 对黑白灰 或者是一点点这种米色啊 米陀色 对对对这种颜色 然后你看它这件大衣上面啊 它那个门巾的形状 是贯穿整个这个系列的一个造型 就是它都是这种圆领形 然后一个斜圆弧形的一个门巾 其实这个阔形这样看起来就是比较柔和 对很柔和 就这点就可能柔和一点的线条 就让人会有舒适的这种感觉 是 就因为舒适它这个本身这个状态也是 就是北欧它这边的服装和整个人 传递给你的一个感受 对 这让我想起来之前跟北欧的朋友聊天 然后他们说感觉北欧人和中国人 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 就是大家好像追求一个所谓的中庸 就是不愿意太冒尖 但是又不能说就是表现得太差 就是大家可能追求一个比较中庸的 然后与人为善的这么一种平和的生活状态 对这可能有和当地的自然 其实是北欧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有很很大的那种自然的面积 所以人们跟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 他们对于自然对于健康的这种追求 其实跟他的整个性格 民族性格是贯穿的 也就是像这个品牌 其实他也在强调一个 Scandinavian的一个lifestyle 就是这种追求健康 然后整个感觉是舒适的 包括色彩的一种简约感 是的 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可能体现在比较多的方面 除了这种简约的审美 然后还有大家就是比较健康的饮食 或者说是热爱运动 Jogging 然后还有我记得他们之前说 他们会边跑步 Jogging其实就是在城市里跑步 然后他们会边跑步边食垃圾 有一个环保的一个行为 对 然后他们吃的食物的健康里面 不允许添加胃精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在北欧的subway 和其他国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是的 你看他刚才就是很多模特有带一个毛 毛领的一个围巾 还有包括有个皮草的那种衣服 其实他这都是用满海毛做的 仿皮草的一个效果 那就是也是对动物的一种环保 对 只有毛类但是没有皮类 对 包括很多模特他穿的一个打底的一个裤子 一个登脚裤 这个单品也是这个品牌 一个厉久弥新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他对身材的要求也很高 对 搞不好就可能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像 健美裤一样 或者腿型可能比较像这种蔬菜 萝卜 那也挺可爱 对 大家还是就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美 但是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美比较重要 对对对对 就说到这个Tour Time的这个设计师是两位 一对儿夫妇 女生是Aline Queen 她其实是瑞典比较早的一个算是时尚博主出身 然后后来又有了自己的杂志 所以其实现在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消费者 他们购买了这个品牌的服装之后 对她的品牌的质量可能会有一点点质疑 就我在想也许是因为她其实本身出身并不是一个服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她更看重的是视觉传达的一个效果 也许在品质上面她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需要提升的那个地方 对 是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也是他们 如果这个品牌啊能看到这方面 然后再补足的话 应该还是很有潜力的 因为我看这家公司好像是听说是不接受任何外来的融资 就是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去run这个品牌 那还是希望他们能就是说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这样他才能持续下去 因为因为他们家的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就像之前说他算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价格里面 有一点BV和Celine的风格的东西 对吧 对对对 就我觉得在现在现有的这些新锐的品牌当中 像Totem啊还有像Zero 都是会让你从视觉上第一眼觉得好漂亮很好看 所以他们才会在现在很多品牌当中能够一下跳出来 没错 给人这种舒服的感觉 然后呢又有实穿性 可能还是更贴近大部分的消费者的需求 对对对是 包括这个整个风格其实是很有那个设计师 阿琳克林她的个人风格特色 所以就是在采访当中她会说这些品牌当中出现的产品 都是她自己日常会穿着的衣服 所以是带有她很强的个人风格 没错 因为我们有看这个设计师的照片嘛 我也说她其实长得就非常typical的北欧女生 就是在北欧的路上会看到会看到的这种 很多这样的女性 然后我也有看她的那个她的老公是吧 叫Carol Lindem 很帅 然后在查她他们两个人的资料的时候 就是男生的资料几乎很少 就主要就是帅没有别的 对这个就是优秀女性代表 对阿琳克林对 优秀女性代表